权威新闻平台 权威油管大杯 权威热点解析 三权合一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三权合一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佳杰 近几个月来 美国制裁的大棒打上了超过 30位的中国香港高官 引起北京的抗议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日前抱怨 因为受到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 家里只好存放大量的现金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制裁中共官员的话题 先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 首先是资深时事评论员文昭老师 主持人好 欢迎文昭 第二位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王健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王健 第三位呢 是新生代的时政评论员 公子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公子沈 近半年来呢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有哪些呢 今年7月 美国先针对新疆的人权问题 制裁了新疆党委书记 全全国在内的六位中国官员 制裁包含了金融及签证的限制 到了8月 美国针对香港问题制裁了林郑月娥在内的11位中港官员 12月7日 美国以中国持续镇压香港反对派为由 再制裁了14名副部级的中国高官 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国务院将追究这些厚颜无耻行为者的责任 我想先请教一下文章老师 这几个月来美国为什么要大动作的制裁中港的官员 您认为这个制裁它可能继续上升到栗战书或者是更高的层级吗 而中国的老百姓又是怎么看待这些被制裁的官员呢 制裁本身它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先有制裁的原因发生才有制裁到来 所以说为什么美国短时间内出手制裁中共 前提得是中共短时间内出手了 主要是针对香港 上个月是开除了香港民主派四个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导致了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总辞职 立法会相当于也就是解散了 它成了一个没有反对党的议会 没有反对党的议会牵制不了政府 也就事实上不能成为有意义的三权分立了 也就标志着香港一国两制的沦亡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算是香港百年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 其实美国的制裁我觉得来的还算晚了 它上个月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这个月情况进一步恶化以后 黄之锋 周庭 林朗言还有黎智英被关押以后 美国的制裁才到 所以得先是中共短时间内下了重手 美国才下重手 那中共为什么这段时间立即出手呢 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想趁美国大选之后 这个诉讼还在进行过程中 觉得美国政府顾不过来 他就想多做一些事情 在香港这儿把生理做成熟饭 同时呢 他们也是想测试一下拜登团队的反应 当然他们预期拜登会上台 尽管呢 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狄东生在那个视频里面吹牛 说他们有途径搞定那个美国的核心权力圈子 拜登上台呢 相当于是什么传统政治精英又回归了 他们过去那些影响美国核心层的路径依赖 又能发挥作用了 尽管是这样的 他们还是得测试一下 那拜登这边的反应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我之前几期在这个节目当中所说的提到过的 拜登能够做出的最大反应 就是开放承诺更多香港人申请难民来美国 至于说在香港这一目三分地上 以这个为战场和中共针锋相对的对抗 他们没有川普政府那么鲜明的态度 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决心 现在呢美国政府是把14个副国级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一起包援制裁了 那当然也就预留了一手 就是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了 那14个副委员长一起都制裁 当然这个栗战书孤零零在哪 下一步指向他 这个意思很明显了 其实栗战书他目前在香港所发挥的作用 已经超过韩正了 从去年国安法立法以来 他已经成为在这个问题上 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责任人了 下一步呢 是很有可能制裁到栗战书 那也有可能包括韩正或者汪洋 因为上个月在罢免四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议席之前 特首林郑月娥呀 去拜会过韩正 他们应该讨论过这个方案 韩正呢 是中央党工作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吧 林郑呢 其实算是他的下级啊 就是他算是这个林郑的直接规口管理的上级 至于全国政协呢 他统战这边的工作也涵盖有港澳 所以说这个韩正和汪洋也是负有责任的 也有可能成为下一步制裁的目标 触发的条件呢 就是看接下来这一个月之内 会不会中共对香港还有升级的举动 那现在看起来呢 确实是有升级的举动啊 要那些公务员签什么爱国声明啊 还有抓更多的人呢 制裁政治局常委啊 这是美国的最后一枪 会放在最高潮来用 相当于最后一发子弹吧 我估计呢 会在1月20号之前放出来 咱们拭目以待吧 至于说老百姓怎么看待 制裁中共高层这个事啊 我这儿确实没有做民意调查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代表中国老百姓发言 可能有些人呢 觉得事不关己 不太关心 有的人呢 觉得这只是中美关系的紧张 当成个新闻来看待 有一些人爱党爱国就切齿痛恨 有一些人就比较接受普世价值 同情香港民众 会为美国的制裁感到振奋 但是我想美国的制裁走到这一步 至少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你像14个富国籍被一网捞进的制裁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啊 所以大家肯定都知道 这一届美国政府 川普政府是来真的啊 不像以前的美国政府那样 就是做做样子啊 口头上声明一下啥的 那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要在中国百姓这边提高自己的受欢迎度啊 他还需要多做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呢 就是公开 就说明自己冻结了哪些官员的哪些财产 是股票还是房子什么的 这个事情中国人会很高兴 第二呢 就是宣布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些财产归还给中国人民 那我觉得走到这两步呢 应该又是实质性的推进了一步 谢谢主持人 谢谢 王健老师 林郑月娥在被美国制裁以后 她曾经抱怨说现在只能够用现金购物 家里也只能存放着大量的钞票 在您看来目前美国在金融上的制裁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谈到香港的制裁的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议题 很多的朋友会关注 第一个议题就是 为什么美国不断的在香港议题上制裁中国政府和香港的官员 好像效果不明显 因为你可以看中共在香港以及特区政府在香港做很多事情 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底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才能够影响香港的政局 这里面这两个问题问的比较多 我们再来谈一下 第一个 我们从去年开始 香港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况 那么到了今年的港版国安法 5月28号通过 然后6月30号实施 整个进程 中共似乎在香港实现了它所有的战略目标 它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特别是港版国安法之后 美国采取了很多制裁的措施 当然在之前也涉及到新疆什么的都有制裁措施 但是似乎这些制裁措施 不是很明显的改变了 那么香港当局 以及中共在香港的各种行动的推进 为什么 这没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 美国在香港的政策有不清晰的地方 最不清晰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美国在香港的政策 它的目标是什么 不清晰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你比如说 美国的台湾政策 川普政府的台湾政策非常的清楚 用台湾的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 或者是政策支撑去牵制中国 牵制中国大陆 这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川普政府不断的提高和台湾的这个关系的层级 不断的向台湾出售武器 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等等 他采取这个动作的意图非常的清晰 目标也很清晰 很清楚 但是在香港的政策上面 川普政府的政策目标不清晰 就他到底 首先他到底定位香港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或者说 川普政府到底在香港 他想干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讨论 他的制裁措施 他的各项政策有没有效 和什么有关 和他的目标有关 如果他定了一个不清晰的 或者是他定了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目标 那个目标根本就很低 也许他的政策是有效的 所以首先一条就是川普政府对香港的定位 以及对香港政策的目标是不清晰的 或者不明显的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 就是说川普政府在香港议题上 或者是没有出重手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由于这个目标不清晰 所以他采取的行动 也方向不明确 你比如说前面之前制裁 十一名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高官 制裁这十一名 制裁这十一名 理由是清楚的 但他目标不清楚 就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不清楚 他只是说我惩罚他 做港版国安法 那么这次比如说这次也是 港版国安法你实施你影响什么 我就制裁你的十四名 这个十四名的这个人大副委员长 这都是针对香港的制裁 你说这个级别的动作就很大了 力度就很大 但是其实也没有影响 马上抓了香港警察 就抓了八个这个议员 中国大陆好像根本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 在香港的各项措施 美国的各项政策当中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政治属性的措施 政治属性的措施 对香港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付出代价的是谁 付出代价的是中国 而不是香港 如果你针对香港 要改变香港的局面 你必须针对香港 香港会付出代价的后果 你才能够对它产生影响 你比如说 昨天那个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 他提出来 他说美国应该对 在金融领域对中国采取措施 比如说取消它 Swift的这个使用 Swift的系统的使用 比如说取消这个香港联系汇率 挂钩美元的这个条件等等 当然这个动作非常大 这个动作就非常的大 在金融领域 基本上美国拥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无法挑战的地位 就是我们叫霸主地位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 它对金融业的依赖非常的大 而且香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金 资金交汇点 资金的我们讲 比喻就是它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水龙头 它需要开水就打开水龙头 钱就从外面进到中国大陆 所以它非常 它是个资金枢纽 中国有70%的外资是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所以如果川普政府在金融领域采取动作的话 那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共在香港的政策 这才是真正有意义 有决定性影响的政策 但是可惜的是 川普政府从头到尾就没有采取一个措施 我印象中在六月份 美国财政部曾经拿过一个方案 就是影响 就是限制资金进入香港的一个方案 但这个方案到现在都没有实施过 其实那个方案影响也会很大 就是说对于香港来说 可以分出一二三四五若干个层级的措施 当然爆炸性的措施是什么 爆炸性的措施当然是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因为它跟美元挂钩 那么美元的结算权利是握着美国政府手里的 所以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进行美元结算的话 这意味着什么 联系汇率就崩溃了 联系汇率崩溃香港经济也就崩溃了 所以其实美国手上握着什么呢 这种原子弹级别的工具 当然也握着什么呢 战术武器 不一定上来就核武器 你比如说 如果美国宣布香港中英集团 不得使用美元结算系统的话 对中共来说也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因为中英集团是香港的发钞银行 如果你现在不让它使用美元结算的话 那对香港的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不至于像那个连续汇率那么影响那么大 但是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工具 这个工具一定会让中共坐下来谈判的 但是川普政府似乎没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所以我们看 从过往川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政策来看 你看不出来 它有明确的香港议题的定位 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所以我们在讨论 美国对香港的各项制裁措施 是不是有效的时候 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美国到底要干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才会有各项措施的问题 美国会知道吗 美国当然会知道 它是做金融的 它很清楚什么措施有效 什么措施会是非常的杀伤力非常大 这个它很清楚 现在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川普总统到底想干嘛 这才是关键 谢谢王健老师的分析 我想再请教公子沈 虽然美国频频制裁中国的官员 但是最近像狄东升这样的习近平智囊成了网红 他在公开场合谈到中共在美国上边有人 诠释的核心圈有老朋友 他为什么要把这种中共用钱在世界打通关系的模式揭露出来 而这种权钱结合的模式 未来能够怎么样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呢 讲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一下就是这两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狄东升讲到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勾兑 之间的内部的协调 那么到底是谁跟谁在勾兑 这个我们首先要闹清楚 在美国这一边 实际上过去美国的整个对华战略都是engage 这个engage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带入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中 让中国逐渐的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并且成为全球化的一员 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改变中国 同化中国 能够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富裕起来 然后自然就有了自由民主 同时在国际秩序上面也可以遵守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这是为什么过去美国一直是对中国 非常的友好 加强双方的交流往来 并且培养了这么多的留学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特别是华尔街跟跨国的财团企业 那么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伤害 那么伤害的是美国的一些中下层的一些人民 他们的就业流失 并且他们被全球化科技的进步所遗忘 那么川普在2016年的上台 实际上他的重心就从华尔街 从跨国企业转移到了这些美国的农业州也好 或者是这些传统的工业也好 或者是这些铁锈地带的这些底层的人民 川普作为一个非建制派的总统 他实际上代表的是这些人 也就是说他把整个的重心转移了 那么转移这个重心之后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中国和依靠中美关系的友好 所赚钱的 所获取巨大利益的华尔街和跨国财团 他们就在川普的政府当中的影响力就减弱了 他向中共的种种的倒行逆施 违背西方的普世价值的这些做法 也令到川普不得不把中国当作一个美国 和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敌人来看待 所以说川普2016年上台 过去这四年 实际上整个扭转了美国对华的战略 他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原因的 那么所以我们要清楚 美国跟中国的勾兑 是美国的华尔街和华尔街背后的 部分民主党或者建制派 其实也包括共和党在内 就是过去的美国当权派 他们和中共的内部的一个既得利益之间的勾兑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这边 怎么跟美国勾兑的 中国跟美国勾兑的很典型的 就是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富裕起来的掌握权力的这些贪腐利益集团 他们是长期跟美国勾兑的 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好 或者是一些政要的回忆也好 我们都知道这些华尔街的财团 这些金融大佬 或者是美国的像鲍尔森 他们这些财政部长 掌握美国政权的这些既得利益 他们实际上跟中国的既得利益 跟党政高层 跟太子党 官二代 或者是红二代 红三代 这些人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很多的红二代 红三代不是都在美国的华尔街工作吗 很多的投行工作吗 因为双方其实都有这个需要 中国有改革开放的需求 有赚钱的需求 有提高生产力 提高科技能力 融入全球化 然后自己可以享受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 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 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需要跟华尔街勾兑 华尔街也希望在中国市场上赚钱 慢慢的能够把中国给改变 把中国共产主义国家 给改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他们的改造 或者是美国资本可以渗透到中国来 全面控制中国的产业 能够垄断中国的产业 这些是他们双方的一个目标 一个利益的结合体 所以说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 刚才我讲的美国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特朗普上台实际上 是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整体战略 那么中国同样的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其实也是在扭转这个局面 因为习近平受到党内的压力 他毕竟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 他是有很多阻碍的 所以说这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那么习近平就必须要铲除 这些过去的贪腐利益集团 包括影响他施政的 使得他权力受到制约的 这些过去的改革派 或者是资本家 这些人因为在习近平眼里面 都是跟美国长期勾兑的 这特别像毛泽东当年跟苏联闹翻之后 他要铲除异己 把所有的这些中共的高官全部铲除 就是因为这些高官跟苏联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而毛泽东是阻碍中国跟苏联继续友好 跟苏联老大哥继续学习 继续的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势力 所以说今天的习近平也变成了 中美之间继续勾兑的一个阻碍 所以说习近平跟川普实际上都做到了一点 就是让中美关系逐渐的恶化 而狄东升所说的中国政府跟华尔街的勾兑 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已 这也不是什么今天的秘密 只不过是他要炫耀自己 是国师的身份 他能够掌握很多内幕 所以说他把这话说出来了 而且他知道拜登上台了 拜登上台之后导致这个结果 就是美国的建制派回归 美国建制派回来之后 会继续的跟中国的既得利益去勾兑 这是他所希望的 或者说他表现出来的 狄东升所期望的 美国的华尔街继续跟中国勾兑 继续的跟中国的政府友好 这种可能性虽然还是存在的 但是完全逆转回到过去的 中美蜜月期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这是川普四年以来 所做的主要的对华战略的转向 这已经造成了一个新的形式 这个新的形式就是 即使是民主党 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威胁 这也为什么两党一致通过了 最新的国防授权法 对吧 这其中有对中国的大量的篇幅 所以说中国威胁 对于民主党共和党来说 这是两党共识 即使民主党比共和党 或者说建制派比川普更加的倾向于考虑到华尔街的利益 但是仍然不能够忽视和无视 中共对整个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危害 所以说大的方向是无法扭转的 但是在小的方向上面 或者说在短期内 可能会比过去川普时代 中美关系要稍微友好一点 比如说最近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拒绝了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个演讲的场地的要求 就是不给他这个场地 因为他讲的话里边是要骂中国的 是要批评中共的 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很多的势力 怕得罪中国 怕得罪共产党政府 而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预测未来的四年 虽然美国跟中国的两国关系 不可能回到过去那样的友好 美国国家战略也不得不 按照国防授权法一样 来对待中国这样的威胁 但是相对来说至少未来四年 可能美国采取的策略会比川普时代更加的绥静 因为华尔街的利益 跨国财团 包括硅谷的高科技企业 以及他们所控制和投资的一些什么大型的主流媒体 还有什么好莱坞 这些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他们的势力能够让民主党的拜登上台 他们的势力也可以 可以让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 或者会得罪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声音消失 他们也可以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他们可能会动用自己的力量 去缓解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冲突 但是只要习近平还大权独揽 只要共产党还在继续的打压反对的势力 还在侵犯人权犯下这样的反人类的罪行 包括在国际舞台的这种扩张 只要他这些做法不停下来 只要他继续的去走战狼外交的路线的话 那么中美之间的总体的关系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公子沈 也谢谢今天三位嘉宾的点评 以上就是本期的三权合一节目 邀请您在影片下方讨论与留言 也继续帮这个频道点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佳杰 下期节目再会 在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环被港警带走以前 他留下了这一句话 同一天 特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 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 顺民员副主席梁国雄 以及东区区议员徐指剑等至少八人 都分别在清晨被港警上门拘捕 他们被指涉嫌在今年6月30日 以及7月1号 也就是香港国安法通过和生效当天 涉嫌三或他人明知 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三项控罪 对人获准以1000港元保释 下个星期四提堂 其中一名被捕者梁国雄 在获准保释以后 告诉本台 香港政府多次大抓捕民主派 是乱捕乱告 制造寒蝉效应 对自己再三被捕 他看到 在香港争取民主的人 已在经历和中国维权人士 同样的遭遇 无论可告与否都告 无论可补与否都补 烂告烂捕 同一条罪 可能是违反国安法 也可能不是 港府整个政策 是透过连串检控 制造寒蝉效应 落实中共的全面管制 在美国大选僵持下 他们更会放手去做 下个特首林郑月娥同任回应 批评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士 如若互生肇 以为不受执法机关志愿 并非法治精神 强调犯法就是犯法 自从03年开始 每一年7月香港主权移交日 民间人权阵线都会发起游行 今年7月正是香港国安法 生效的第一天 民政事前就有轻易游行提出申请 但是警方以疫情为理由 第一次禁止轻易游行 当天大批市民仍然以自由行的方式 上街反对北京在港强推国安法 在事隔五个月以后 港警突然秋后算账 时机有人关注 就在港警采取行动前一天 美国财政部宣布 这才14名参与协助香港国安法 在港实施的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同一天 美国博会众议院全体通过 实在为港人提供庇护的 《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看他资料 美国这种北京抢推香港国安法以后 一共针对中党官员 实施了三轮制裁 时间点都和党府大抓捕 和打压民主派人士相近 今年8月7号 美国公布首轮制裁名单 26号 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林卓廷 史志峰等16人被捕 11月10号 美国公布第二轮制裁名单 第二天 北京立刻取得 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议席 而这一次 美国公布第三轮制裁以后 港府立刻抓捕八名民主派人士 香港知身传媒人 时事评论员 关清明分析 不排除中共和港府 为了报复美国制裁 而打压民主派 特别是位置勾结外国 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和中国的民主派人士 不排除是为了报复 制裁往往是大家互相来的 你整我一个 我整你一个 大家对等 这次为例 美国制裁14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于美国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副院长 你如何找那14人来制裁呢 结果就打压香港人 如此下去变成恶性循环 北京和港府打压香港人 美国制裁 北京和港府为了报复 进一步打压民主派 美国又在进一步制裁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正要认为 港府在美国公布制裁名单以后 向民主派开刀 比较大的机会 是借以显示自己终于上级的指示 同时以实际行动 显示不懈判美国的制裁行动 而除了抓捕以及掩控民主派人士 港府也无所不用其极 断绝各界对于抗争者的支援 慈善团体好灵社北区教会 周一发表声明 表示教会唯一的银行户口 以及他们传道人陈凯新夫妇的户口 被汇丰银行冻结 教会表示在过去的一年 教会的义工团体守护孩子行动 在世卫的现场做人道支援 至于户口被冻结是政治报复 只有邀请大家记者 吕希 李志志 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周一下午公布案情 有负责案件的香港警务处 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介绍 他表示上个月19号 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礼当天 有大概90人在校内游行 当中有穿上毕业袍的人士 也有穿黑衣服的人 游行大概一个半小时 警方表示期间有三个人 挥动港独其次以及叫港独口号 他们被逼的罪行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其中的三个人以煽动国家分裂罪被拘捕 我们全部都是以证据为基础做出拘捕 那三位人士是我们在收集证据的时候 看到他们有挥动港独其次 以及呼喊港独口号 我们才对他们做出拘捕 李桂华表示八名被捕男子 包括学生以及社工 也有两个人是区议员 八个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而被指挥动港独其次 以及叫港独口号的三个人 同时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底下的山东分裂国家罪 李桂华说三个人是学生 但是和中大没有关系 而警方也搜查所有被捕人士的住所 而关唐区议员陈叶顺 西工区议员李娇瑞 以及曾经参选区议会的社医人士杨子俊 都分别在社交媒体公布被捕的消息 他们被捕的时候都被指和案件有关 而三个人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 香港中文大学原定在上个月十几号开始 一连三天举行毕业典礼 但是校方在毕业礼前几天 突然以疫情为理由 宣布把毕业礼改再往上举行 被质疑刻意回避学生示威 但是仍然有大批毕业生坚持在消灭游行 提醒港人吴王再求人士 校方当天发表声明 说有人展示港独启示 以及横幅高教港独口号 以及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决定报警 当警国安署当晚立刻宣布展开调查 第二天就派员高调进入校园收查 期间中大保安组职员全程引路 而警方中一也强调 基于校方报警 警方于是接入调查以及拘捕 而此组织民权观察创办人 沈伟南本身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 他的校方的处理手法感到非常失望 在香港本来警方进入校园收账 是非常严重的事 不但是在香港 世界各地也是这样 这条线非常重要 但是这一次中大自己主动报警 然后等警方进来收账 这也和我们过往对于院校高层 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 他表示要确保高等院校的学术自由 关键在于师生可以畅所欲言 在不用恐惧的情况下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师生的各种自由 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应该得到保障 这对学术发展非常关键 这一次游行当中 被指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口号和标语 包括光伏香港时代革命 以及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前 北京和港府一直对外宣称 国安法只是针对一小部分人 新北京政治人物也不断安抚民众 说市民不会单纯因为喊口号而违法 不过港府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 第二天就发表声明 表示光伏香港时代革命口号 由港独或者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 或者颠覆国家政治的含义 沈伟南表示当天在大学的游行 非常的和平 认为拘捕事件反映在香港国安法底下 即使是和平表达意见 都有可能被捕和被检控 在国家人权标准底下 如果只是和平表达意见 而不是声动任何人做出败力行为 也属于他表达意见和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次也再次反映 其实国安法是非常文科的法律 基本上如果你说了某一些句子 即使纯粹是和平表达 你也会有机会被拘捕或者检控 他表示 东普一直强调 在香港国安法底下 市民既是享有基本法 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所保证的基本权利 但是国安法定义模糊 而以国安法拘捕和检控的案件 与日趋踪 让人质疑 港人的言论自由和基本自由 还剩下多少呢 这一个星期除了大抓捕和检控以外 港警有了新招 就是冻结银行户口 需要流亡海外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沈志峰被港警以涉嫌洗黑钱 冻结他本人以及家人资产 最新的目标是宗教团体 郝林社北区交汇 会堂主任陈凯新传道 以及他妻子的汇丰银行账户被冻结 陈凯新表示 教会因为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发起守护孩子行动 作为人道支援 被警方视为眼中钉 认为这次事件是对于教会的打压 警方之后更含有 持搜查令到教会搜查 并逮捕教会前董事以及职员 指他们涉嫌欺诈以及洗黑钱 并通缉已经在10月离港的集团董事 及公司密书 消息说就是陈凯新夫妇 两人现在身处英国 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处理高级警司 周享有表示 这个将会向公众筹款 有关银行户口 在19年6月到20年9月期间 收到了2700万港元 数目远远高于他们在网上公布 收到了890万港元 怀疑有人瞒报1800万港元 警方怀疑有人以宗教 以及支持年轻人为名义 欺骗市民善心以及捐款 刻意隐瞒筹得捐款的实际金额 因此要求银行冻结五个账户 涉及2500万港元 好灵社北区教会反驳 每一年都会聘请专业的会计师 进行核数 以确保符合政府的慈善团体规定 批评警方指控不会成立 本台翻查资料 好灵社北区教会 过去透过脸书 呼吁公众捐款或者封线 并要著名用途 主要分为期待类 包括是无家者短期住宿计划 被捕社工工作资源等等 以及自由分配和教会用途 但至公开账目 前五项一共筹的890万港元 账目又著名超出重筹目标的捐款 会用作作用短期住宿 和教会日常开支等等 至自由分配 以及教会用途 两个以教会奉献 筹得的款项就没有公开 香港基督教协金会前主席 袁俊佑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教会主要以法团 或者有限公司名义注册 后者要获得税务局同意 以慈善团体形式成立 两者都要受到税务局的监管 要提交合宿报告 一般而言当局发现账目有问题 才会转交警方商业调查科跟进 而并非毒品调查科 财富调查组的调查 他又表示 奉献并不是教会 必须公开的账目 不明白警方所指 难道1800万元的理据何在 认为政府必须清楚交代 否则难免会让人 倒为是政治报复 无论据就如此高调处理 是政治手法多于正常处理手法 每年政府都会收到核数报告 正常调查没有问题 但这次用这方式去处理 好林设备区教会过去比较高调 积极参与板送中运动 不意外会有人认为是政治报复 教会将来会否再受政治打压 这是一定会的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胡志为牧师接受本台访问 他说 教会接受捐款的时候 都会分为指定用途和非指定用途 指定用途包括修建会堂等等 而非指定用途的捐款 就由教会制行分配 然而现在警方对于洗黑钱罪行的定义模糊 他认为 如果把没有指定用途的捐款 都列作洗黑钱 情况非常严重 在香港据国安法 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事件 原来冲击香港宗教自由 跟肉略宗教活动 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 国安法定义模糊 天主教会也好 基督教会也好 我们随时都会被告勾结外国势力 比方是 去年有太则团体从法国来香港 我们也有一些联合聚会 这一类接待法国或东南亚国家教徒的活动 都很可能变成勾结外国势力 加上近日发生的事件 任何教会账目 如果警方怀疑你不清楚 他都可以查阅你的账目 上你的教会搜证 胡志伟表示自己担任牧师36年 从来没有听闻香港警察进入教堂 或者教会收查 形容事件震动宗教界 加上去年警方闯入西瓜河圣学基教堂 拘捕示威者的事件 显示警方不再尊重宗教场所 情况越来越严重 他相信当局的行动是要杀衣警百 大宿教会如果不合作 不听话的话 就会被冻结账户和收查 有前警员向本台表示 警方一向有权力在案件调查阶段 向银行发出不同意处理书 及时冻结账户 但是挖极忧虑 在香港国安法底下 犯罪得意的定义变得非常广泛 警方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也更容易冻结试验财产 据有邀教堂的记者 吕欣 李志志 香港报道 年过七十的李志英 被扣押在立志角收押所 单独囚禁已经12天 就一早上 李志英的儿子李耀恩和妻子 一同到收押所探望 并带了一本《流经遗憾词典》给父亲 李耀恩早前已经带了几本英文书给李志英 包括描述苏联极权政权 以及民主自由可贵的英文名著 以及英文版的《圣经》为李志英打气 本人处被控欺诈罪 不准保湿被还押的李志英 上个星期五在被港警加控港区国安法 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李志英周六 从收押所被押送到法院上庭的时候 被媒体拍到腰间被钳上铁链锁上手口 由多名承教人员押上俗称铁脚威龙囚车 去年因为占领中环案 而被判刑八个月的前立法会议员邵驾珍 一直关注代求人士待遇的问题 他向本台表示 负责押送李志英的 是肩膀上面有两颗花的承教主任 加上铁链缠腰 以及铁铁脚威龙囚车等的安排 可以确认李志英已经被列为假底犯人 我讲当选者一直认为李志英是头号意见的局势 多做点姿态 尤街示众一样 告诉其他人 这已经好像取他的手机一样 挖解反对派 曾经看望李志英的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陈建文 在社交媒体转发图片 留下一句 暴状以为这样便能羞辱他 他就觉得这枷锁是荣耀的冠冕 这种差别待遇也引起了民间不满 有网民把李志英腰产铁链的照片 和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家出狱的照片放在一起 问道谁是杀人犯 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惠德处理 他以李志英有潜逃风险为理由 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案件押后到明年4月16号再审讯 公罪说 李志英虽嫌在今年7月1号到12月1号期间 在香港请求外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 据了解 相关的指控 涵盖李志英接受海外媒体访问和外国官员会面 在推特上面的言论 甚至包括他在推特上面的追踪者等等 涉案的日期横夸去年6月到今年10月 也就是国安法生效以前 在接受海外媒体访问方面 包括指李志英接受华尔街日报 美国有线新闻网 或是新闻等媒体采访 还特别提到李志英今年6月10号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 曾经建议美国先制裁中国再到香港 在和外国官员见面方面 案件提到李志英去年7月8号到美国和国务卿蓬佩奥会面 和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周慕明 以及4名共和党参议员会面 案件也涉及到李志英在推特和在报帐上的言论 包括其中一篇铁文提到 国际制裁将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会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来麻烦 据了解案件包括指李志英 自从今年5月加入推特以后 账户追踪了53名人士 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士党 而他的账户有十多万追踪者 包括六四学院领袖王丹以及吴尔开西等 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接受本台访问 他以欲加自罪和患无耻来形容 美国重要就相继为李志英发声 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等 台湾外交部就在推特表示 对他们来说 这实在是中国侵犯自由和人权罪行的争执 香港律政司就发表声明 表示相关的案件 司法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对于由另一司法管辖区的高层官员 公开要求撤销控罪 以及立刻释放被告 认为是不尊重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 企图干预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这番声明也呼应中国外交部的定调 这个案不属于外交问题 批评个别国家、个别人士 总是纠缠香港的所谓自由、民主问题 最后达到电台记者 旅希香港报道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8号在台北举行 2020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 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 这是第一次在台北颁奖 他以台湾自由开放获得肯定为荣 特别贡献奖由无国界记者组织荣誉董事 中国民运人士乌尔开西颁奖 乌尔开西至此表示 这个奖要表扬还在为自由奋斗的英雄 过去有狱中的中国记者刘晓波和黄奇获奖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也是这样的人士 他不是因为疫情无法亲自到台湾领奖 而是因为他的勇气 现在还被关在监狱 香港典礼播放黎智英被捕之前预录的感言视频 与智英说 现在中共利用国家安全法打压香港 原本开放自由的新闻环境 我们甚至不能示威抗议 民主派立法委员也已经集体请辞 意味着未来不会有来自香港的新闻了 我担心这样一来 我们也会被世界遗忘 黎智英还说 各位同行拜托你们继续报导 我们的事为我们发声 才能在前线继续为维护自由世界的价值奋斗 各位的声援是我们的救赎 感谢大家 黎智英之子黎崇恩 从沃尔开西手上领过奖 黎崇恩说 我请代表我的父亲和家人 在此感谢RSF 在父亲73岁生日这一天 颁奖荣耀他 我的姐妹周六去探视他 他在欲求的监视之下 会见没有名字 只能以代号称呼 跟他过去总是能掌控一切的成长过程相比 是个强烈的对比 更是个令人心碎的景象 黎智英强调 许多勇敢的香港人 和香港这个经济力旺盛的中国小岛 正提醒着 想要绝对控制一切的企图 都将是徒劳无功的 那些拒绝臣服的人 你可以把他们都监禁起来 但你永远无法控制他们 获班独立奖 是来自埃及独立媒体创办人 丽娜阿塔拉 丽娜透过视频说 独立的新闻是一项人权 新闻是每个人都可以禁用 我们只是想要对确保独立 和专业的资讯在埃及 仍然可以获得 尽管有许多问题 而勇气奖得主是俄罗斯莫斯科周刊 新兴周刊的调查记者艾琳娜 米拉西娜 她报道一则车臣政府 对武汉被言危机管理不善的文章 在今年4月爆章网站上被移除 但是她仍继续撰写有关车臣最敏感的话题 而且文章内容并没有因此妥协 艾琳娜透过视频发表感言说 有才华并不足以使记者去挖掘真相 记者必须有勇气把事实摊在阳光下 后半影响力讲的是阿富汗的 Marieman Radio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李宗翰台北报道 在环亚当中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在被加控香港国安法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周六提堂 这让黎智英成为了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 第四名被证实起诉者 也是第一名勾结外国势力被告 有港媒报道空罪和黎智英 在推特和接受访问等等 叫人制裁香港有关 香港国安法第29条列明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包括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 该犯有关罪行 可以被处以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罪行中大者 更可以被处以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香港大使法律学院首席蒋思 张达明接受本台访问 他说国安法是新的罪行 利用中国法治来草拟 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 难以估计法官的判刑 以及考虑因素 其实很难说 因为这是一条新的罪行 今年六月底突然间 人大常委会通过这条香港国安法 不是我们本地的立法 也不是用我们普通法 草拟这条法例 是用中国的法治 加上它表明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 暂时又没有任何案例 香港民关注香港国安法实际决行的时候 是否有罪诉期 包括对于黎世英的指控 涉及哪些时段的行为 是六月底还是之后的事 因为香港一向的刑事罪行 是不能有罪诉力 也是人权法的保障 他担心把中国法律办到香港 会否出现例外的情况 向国安法第39条明文规定 法律实施以后的行为 是用该法定罪处刑 也就是没有罪诉力 但是外界忧虑港府实际执行的时候 会追究立法以前的行为 整合网上资料以及传媒报道 黎智英曾经多次在社交平台 和多名海外人士以及前官员对谈 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 以色列前副总理夏兰斯基 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博瑞光 而在9月 黎智英曾经与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 副主席罗杰斯在推特对谈探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议题 前国际特赦资 中国研究人潘贤伟接受本台访问 认为在香港国安法底下 违法与否有政权决定 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 而香港现在出现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勾结外国势力罪等等 就和中国打压维权人士的控罪如出一辙 他表示香港有大量非政府组织都和外国保持紧密连接 甚至向国际做出呼吁等等 更容易动辄得救 呼吁制裁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表达言论自由的动作 相关的政府不会因为某机构的呼吁就去制裁 我想这是很荒谬的做法 呼吁一下就说人家是勾结 呼吁一下就说违反国安法 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成为将来的目标 所以大家没有悬念 觉得是很危险的 他教委从事人权工作超过20年 他形容在国安法底下的香港人 处境就像他一直关注的中国维权人士一样 不过他仍然在国际人权日 参与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 职办的事项会谈继续为港人发声 他说在新政的政权底下 人权不受保障 港人有必要自我保护 但是不可以完全放弃发声 香港经济学家罗佳聪接受本台访问 他表示从数据上来看 香港的外资直接投资 自从15年开始已经连年下跌 再加上北京经半年以来 在香港的一人穿动作 依然加速外资撤离香港 外资一定会加速离开 不仅是香港本身 而是中国对外的姿态就是排外 外面也排他 其实大中华区台湾除外 和西方的关系已经变质 外资打入中国市场 香港以前一定是首选跳板 如果要走的话 当然最快能走的就是这里 所以就会走的比较明显 罗曾冲表示要等待20年的数据更新 才能够反映今年外资撤离的规模 他看到香港将会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 走回头路变成封闭的城市 影响深远 而本来在国际化城市当中生活的香港人 突然被打回头会很难适应 因此不少人会移民 今年8月10号警方国安署人员 已之前违反国安法等罪名 拘捕黎智英 他的两名儿子以及四名 一传媒集团高层 并大举进入一传媒大楼收查 到本月2号 黎智英和两名公司高层 被证实控告欺杀罪 案件押后到明年4月再审讯 三个人当中 只有黎智英被法官 以有潜逃风险为理由 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及时还押 主持人家记者 吕熙 刘少峰 香港报道 独派台湾激进党 10号以传承海外抗暴精神 独立主权称自由香港为名 邀请在台港人参观 在228国家纪念馆 展出的台独联盟 50周年特展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秘书长何浩明 在导览开头 就介绍了所谓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眼中的台独分子 台独分子 其实就是一群 对自己的国家 就是一个想象和渴望的一群人 何浩明说 会不会把经验或是相关关联的人 他会选择离开台湾 离开台湾的第一个 第一个选择是日本 香港人也应该很快的去找一个 他们最能够适应的环境 何浩明导览过程 分享当年推动自由民主 独立思潮 不认同国民党理念的党外人士 如何逃离台湾 在海外组同乡会 并向他国政府国会游说声援台湾 甚至有房文雄 郑自财 采取刺杀将军国的行动轰动了台美政坛 后期被列黑名单者分闯关入台 争取台湾直接选举权解除报警和党禁 台独联盟主席陈南天说 台独联盟这些前辈们数十年来 对抗极权政治 对抗极权政权的经验 与心得与大家分享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致辞提到 最近看新闻报道香港情势更惨了 很多朋友被关他都睡不好觉 林荣基说 我希望是更多朋友过来台湾 昨天我就听到一个消息 不知道真是假 香港政府现在有可能不允许 香港的学生过来读书 那这个情况很严重 因为本身基本法给我们有 出尽的自由在香港 那现在是不是真的学生 不想过来台湾读书 我比较担心这个开始开始 有没有可能我或者其他人 都不能离开香港 在台香港评论员桑普律师 致此指出 今天的香港就好像1947年的台湾 也好像1949年的中国 专制独裁的大门不但已经落下 而且都已经展开了 有组织 有预谋 有规模的清洗 甚至是失踪与屠杀 桑普提到 从香港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被捕 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 周庭等人近日被判刑 以及一传媒集团主席 李志英将关押至明年4月等等 整个形势都在急转直下 桑普说 桑普认为基于人道主义和台港同行 对抗中国霸权这两点理由 台湾都应该继续援助香港人 现在的香港人就像当年的犹太人流散各地 港台要同行才能壮大 要团结才能对抗独裁政权 桑普说 我也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多帮一点 快帮一点 该帮的香港人 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所救赎 台湾政府也不需要担心说 再帮香港人会得罪中国那种想法 因为你帮不帮 中国都是台湾为敌人的 对港府是否限制港生赴台旧学 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发言人 邱锤正回应 有关资讯是否属实 我们还是会持续来密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2020年12月5日下午2时 一场六四亲历者及香港反送中运动亲历者间的交流会 在洛杉矶波莫纳举行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大陆流亡者团体 去国者宪政研究会及远东青年自由同盟共同举办 地点则位于去国者宪政研究会 在伯摩纳当地的办公室 其中去国者宪政研究会有5人参加 其成员为60后及70后 远东青年自由同盟有3人参加 其成员均为85后及90后 整场交流会进行了2小时 交流会参加者 远东青年自由同盟南加州召集人傅一萨 曾居住于深圳 他在2019年6月至8月间 参加了香港的抗争活动 在交流会上 他介绍了他亲眼目睹过的香港警报 傅一萨表示 从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不久 香港警方就在使用过度暴力 在元朗721事件之后 警报程度升级 导致大量无辜市民遭到伤害 去年8月 他作为一名合理非抗争者 也曾在深水部一带 遭遇过催泪弹攻击 并被香港警察截查身份 去国者宪政研究会会长徐杰表示 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 当时只有20多岁的自己 并未想到中共军队会在北京开枪 在六四屠杀发生后 他便看透了中共的极权主义本质 1997年香港主权被移交中国时 他便预判中共还将会完全收取香港的治权 此后发生的中国人大事法 即香港警方与中国公安的合作 都表明中共正在对香港进行步步蚕食 而去年送中条例的推行 及反送中运动的爆发 则是这一过程的标志 傅以萨的现场一手经验 对于外界了解香港反送中运动的 抗争情况十分珍贵 其他参与者也讲述了自己 对六四及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双方对比了两场运动的一同 双方谈到 反送中运动与六四相比更为去中心化 且更为凸显本土的社区性的诉求 反送中运动参举者 也对改良中共更不抱希望 在国际层面 两场运动都促进了国际社会 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孤立 并拥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去国者宪政研究会会长助理段刚 也是八九民运参加者 他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进行与香港反送中运动 亲历者的交流会很有必要 因为中共一直在试图掩盖 这两场运动的真相 中国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六四历史 也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缺乏认识 他说 远东青年自由同盟南加州召集人杨俊 曾多次参与洛杉矶的香港人集会 他表示 他参加本次交流会的目的 是在一个越来越没有共识的时代 寻找一些共识 并探讨人们应该基于什么理由 反对中国的现状 需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他还说 我们这次活动当中 亲历过这两次重要历史事件的人 能够进行这样跨越年龄层的对话 我觉得对于双方都有积极的意义 因为我们都需要在一个合作当中 能够去追寻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去国者宪政研究会成员刘军 则向记者表示 参加此次活动对他个人而言很重要 他说 我觉得仍是一个穷居动物 我需要去找我的同理 那么在国内生活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同事 邻居 这些 身边的这些人 他事实上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跟我有点不一样 然后我离开了以后 我还是需要去来寻找同理 就是我们会有共同的话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城 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 台湾第57届金马奖 21日举办颁奖典礼 最佳剧情短片奖 颁给了体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片叶更 最佳纪录片奖 则由拍下中国广东乌坎村 村民六年抗争过程的迷衡获得 这两部电影的导演 郭真和李哲新 都是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首先看叶更 讲述反送中运动故事的香港短片 叶更获奖后 身在香港的导演 郭真通过感言 声援12名目前被关押在深圳的港人 并表示这部影片属于世界每个不同角落 而又拥抱良知的香港人 郭真表示 这个奖暂时由我们保管 到有日黎明来到 再交还给大家 愿大家好好疗伤 好好休息 好好去爱 好好的去照顾人性的复杂 然后责善固执 最后他想向全世界奖 愿自由归于人民 郭真长期关注香港社会议题 他在2013年曾以短片 刘放帝入围了金马奖 这次是他第二次入围 叶更是继浮瓜之后 郭真第二部直接涉及政治题材的作品 故事节目简单 虚实交替 在虚构情节中 加插着反送中运动堵入等抗争现场画面 轻描淡写的描绘 敌视司机一晚之间遇到的人与事 从一位敌视司机的视角出发 呈现大时代的一些侧面 叶更的特色是在现实的架构下 穿插虚构人物与情节 由香港区议员蔡志强饰演 计程车的司机 穿梭大街小巷 呈现反送中运动时 香港的街头样貌 现年34岁的郭真介绍 自去年7月彻底停止长篇的计划后 他和许多港人一样 游行上街为主 年末才正式开拍夜更 他与拍摄的团队驾驶迪视车 来回穿梭各个区的集会与示威现场 他坐在出租的迪视车后座上 摄影师则坐在驾驶座旁 偷偷架起摄影机 绕过人头涌涌的大排档 转角便是大批防暴警察 与记者对峙的场面 一名警员举枪指向记者群 这一幕被他放进了影片夜更 因为资金紧张 剧中的角色全都由素人担任 就连主角也是由现任香港区议员蔡志强义务出演 38岁的蔡志强十年前开始任职迪视司机 系中的迪视车也由他免费借出 郭真原想找四五十岁的迪视司机帮忙 但怕他们大多担心惹麻烦拒绝参演 只有蔡志强一口答应 故事片夜更里的迪视司机 看的是苹果直播 却又会叨唠年轻抗争者 不要声势影响别人生活 他没有明确的证件 一方面埋怨抗争影响了生计 一方面对年轻的抗争者又心生怜悯 角色性格原型取自生活中 经常遇到的平凡人 郭真说走上街头与港人同行 是他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 创作夜更这部电影 换上导演的身份 让他自己进入一个相对冷静状态 去整理与呈现这一年的某些观察 他还说自己大多时间仅凭直觉拍摄 也无意透过这部电影 就反送中运动做深层的梳理 他甚至刻意避免去想作品 会带来什么影响或观众的反响如何 再来看米衣航这部电影 第五日七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是由香港女导演李哲新的米衣航夺得 这部纪录片长达三个小时 制作时间长达八年 内容拍摄2011年中国广东乌坎村民 因为土地被贪官非法变卖挺身集体抗争 以民主投票选出抗争领袖 执掌村委会的过程 乌坎村选举引发一场中国基层民主试验 记录片米衣航分为上下两部 上半部题为抗争 回首事件的根由 记录村民试图通过抗争和公平选举 重夺对土地的权利 民主还剩最后一里路 但选举过后 民意危机及政治黑幕且接踵而来 这下半部题为之后 聚集乌坎村人抗争后的困境 游士疾人 导演长时间追踪运动冲的核心人物 由老谋深算的运动领袖林伯 启蒙村民抗争意识的热血青年阿红 以及回乡投入抗争的少年阿星 六年过去 有人生有人死 有人走有人留 有人陷入贪污的迷局 有人远避美国寻求庇护 有人再次号召集结 电影迷航所寄出的乌坎村基层民主实验 是敲响中国民主的第一声中响 还是预言革命的死亡济世 民主到底是什么 它是终点还是方向 迷航所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 香港年轻女导演李哲新长期关注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处境和抉择 迷航是他指导的首部记录长篇 曾经入选2019年温哥华影展香港亚洲电影节 及2020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亚洲事业竞赛 获得台湾金拿奖后 李哲新发表感言说 从近春到现在差两天便完整九年了 这九年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给过他支持和帮助 他讲这个奖也同样属于没有办法亲自来到台上的同伴 李哲新还说2020年是一个艰难 充满各种挑战和迷航的年份 突然眼前的航程有多迷航 希望我们依然可以相信记录和想象力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 由相伴编播 感谢阿梦的技术合作 也感谢收听 香港纸巾党早在今年5月成立 但是到了今日才正式曝光 出版人包括多名有着中国背景的财经界人士 包括深渐内蒙古政协的卓越控股主席陈建文 深渐中国全国政协以及瑞幸集团董事的李山 以及中国控股主席黄秋智 这个党的目标是招揽25万名党员 以支持一国两制 改善北京和特区关系为创党中止 并野心勃勃 表明会参与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以及特首选举 支持赞助和推选代表他们理念的候选人 也会筹建智库 媒体网络 因为港府诉讼人才 创办人李山受访时表示 香港纸巾党的首要任务 是至极社会力量 为香港向北京争取下一个50年不变 另一位创办人黄秋智就表示 新的政党会是一个香港人的政党 他说现在亲北京最大党民建联 经营将近30年 成员数目是45000人 香港纸巾党的目标是民建联的6倍 并举例说 美国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有5000万党员 在香港700多万人当中 必须有足够的党员人数 才可以代表港人利益 照他资料 纸巾党创办人之一陈建文 同是身兼中央党校的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 而另一位创办人李山 也是同学会的顾问 和香港中联办关系密切 而李山上个月更公开的表示 建党是要向共产党学习 他认为香港一带问题 是立法会运作不畅 使香港立法会由多个政党的代表组成 让港府难以通过立法 他认为应该借鉴中国的协商民主 以及西方国家的上下院制度 让香港寻两个阶段 改变为两院制 包括由政府为认产生上院 并由普选产生下院 前香港开放杂志 执行编辑蔡颖梅接受本台访问 认为纸巾党的出现 显示香港的中共地下党逐步地上化 实际中共对于香港的纸巾领导 共产党向控制香港 中共共产党在香港叫地下党 他没有公开活动 现在我普及他也不能公开的 他用一个变相的身份的政府出面 然后就说一国两制 等于就是死亡了 这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变相的一个方式 出现在香港 党对香港的直接领导 原来是地下领导 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说间接的然后转向实际的 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是间接的 他就把他们身份慢慢的从不公开 变成公开的 他向本台介绍 从49年开始 中共就大量的安插地下党员 在香港各界 早已渗透政府、警队以及立法会等各个领域 而香港中联办掌握部分人的名单 但是由于部分人或者由北京直接派到香港 因此香港的地下党员数目难以估计 以现在紫金党25万目标党员来看 他认为未必包括所有的地下党员 或者有部分人会继续潜伏 对于紫金党的党纲 包括捍卫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 他也没有认为并不可信 因为中共的一贯特性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情况就如西藏一样 香港的一国两制被取消了 但是香港的各地行政区 所有的表面形势还会存在 等于这种情况就像西藏一样的 西藏呢 它还是叫西藏当初不如需嘛 还是那个制制那个东西还不会取消的 这个形势还会做的 就是要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的一种特性 挂羊头来走肉 所以呢你不要看紫金党他的什么名义是什么样的 关键是他不要说一国两制 实际上是一回一队就是共产党出来领导了 直接领导了 以前还就是说香港真的有这个自主权 现在完全没有了 熟悉中国政治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炸据认为 现在整体的动向显示北京不信任香港人 也包括现在的香港亲北京阵营 它对于所谓白区的管制 中共对于所谓白区的管制从来都没有信心 所谓的白区也就是不是由中共直接管制 而是要透过代理人也就是透过特首管制 这些人又长期在外 在党一政府禁营底下 亲北京阵营也是如此 所以中共不会有绝对的信心 已经有人说未来的特首可能不是香港出声 不是地道的香港人 可能通过国内某些法律的修改成为特首 他说除了不信任以外 北京对于亲北京阵营的能力也有不满 包括一直不能争取香港主流民意 甚至在关键的时间帮党忙 让北京感到不满 他表示对于纸巾党成立 不少亲北京阵营中人都施下向他表达忧虑 据由亚洲电台记者 吕熙 李志志 香港报道 可别听众 香港这个火球继续在燃烧 美国在制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以及香港主管安全的高官后 在制裁了中国派驻香港最高官 骆惠宁等一干高官后 星期一 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加码制裁 这次的目标全部对准了 举手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的14位副国籍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冻结在美资产 如果他们在美国有资产的话 禁止入境美国 所有与美国银行等金融系统的交易 统统阻断 美国制裁中共高官同日 星期一 欧盟强烈谴责 自北京强加港版国安法后 香港自由逐渐丧失的局面 欧盟最高外交事务代表 柏雷利表示 欧盟之前只做出禁止向香港出口 用于警方和镇压的安全设备 现在不排除新的制裁 欧盟的反应似乎在为美欧日后联合 在人权问题上联手应对北京铺垫 柏雷利说 欧盟严重地意识到 香港处境日益败坏 言论自由和多元化 遭到严重的威胁 发行是周六就此评论 美国加码制裁北京 恰恰发生在特朗普团队与未来拜登政府差不多 一致认为中国是全球民主最大的威胁的时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解释制裁14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者的理由是 他们一致通过北京当局用于打压任何批评者 以及逮捕敢于反对北京镇压政策的港版国安法 我沈顿之前制裁了曾声称一心为港人办事 但被视为是北京傀儡的林郑月娥特首 看看北京如何毁灭东方民族香港 如何把一块自由之地变成恐惧之乡 黄之分周庭等青年领袖被打入牢狱 支持反送中的暴劫大亨黎智英被拘捕且拒绝保释 民主派议员许之风被迫流亡英国 香港当局居然如同北京当局对付异议人士一般 冻结了他的账户 更早些时候曾经是香港学联主席 众志创始人的罗冠聪也被迫逃亡 还有一些害怕北京秋后算账的年轻人 逃亡台湾途中海上遭解被送中审判 而就在这个星期一 香港警方又代表了香港大学三名学生 罪名是他们上个月在校园里曾经打出港独的棋子 逮捕审讯泛民用作领袖人物韩仔继续 法国世界报12月4日就以香港坐牢的一代 形容香港一代年轻人的命运 北京正在把对中国大陆人民高压控制封锁自由的手段 转变为对付香港人的手段 让港人承受成名的命运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也正是基于此 但不至于此 在法新社看来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华举促 远远超过香港的命运本身 特朗普政府揭露北京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不负责任导致病毒流行全球 大规模拘禁关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 把南中国海军事化 从事无良商业竞争 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星期五 华盛顿废除了中国出资的所谓文化交流活动 美国认为这些名义上的文化交流 实质上已经成为北京的宣传工具 一周前 美国决定大幅度限制中共党员 及其直系亲属赴美签证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指认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对手 蓬佩奥的说法上述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使用 他在华尔街日报明确表示 中国是对全球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 拜登当选总统一月后 北京在继续严酷镇压香港的同时 平平向美国未来政权招手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喊话 希望恢复对话 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 重建互兴 在法新社看来 美国政界越来越对北京充满敌意 北京希望与拜登政府和解的希望恐怕要破灭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不管是华盛顿精英还是基层的美国民众 所有的都对北京不信任 法新社说 特朗普任命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纳特克里夫 在华尔街时报发表的文章得到两党罕见的高度共识 尽管在目前新旧政府过渡的极其灵感时期 美国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领袖 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情报总监 均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拜登已经表示 他将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贸易关税 拜登也已经说 必须对中国强硬 面对北京 拜登似乎只有强硬一条路 拜登所不同于特朗普的是 他将联合民主国家同盟 共同制约北京 各位听众 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文分析 感谢苏根亚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非政府人权组织Civilcast和全球20多个区域人权组织调查全球的公民活动空间自由度 8号发布2020年受威胁的全民力量报告 台湾在2019年的报告中被列为亚洲唯一开放的国家 今年的报告再度把台湾列为开放 报告指出 台湾在今年6月举办全世界少有的同志大游行在亚洲这个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库尔仍有歧视的区域台湾锻造出了进步政治的声誉报告并介绍台湾政府在今年8月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蔡英文总统当时指出这是台湾的里程碑让台湾的法律和国际标准接轨另外一些遭到北京驱逐的国际媒体记者也在今年6月举行的国家人权委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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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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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在台湾的外籍移工和声援组织 持续抗议移工在台湾的工作环境 前六四天安门学院领袖 已经取得台湾身份证多年的乌尔开西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乌尔开西进一步分析问题的所在 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执行长腾熙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台湾在历史上受到很多不同多元文化的洗礼 让人民在对其他议题上 能够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个外在推进的原因 我们有一些敌对的国家 或者是说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有国家认同的这种危险跟恐惧 是来自一个极权国家 正因为跟极权国家的对照 或是怕被统合的这样子的恐惧 会促使台湾人民跟台湾的政体跟政权 都会比较倾向去发展一个 跟它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文化 跟我们的这个国家政体体制 那这样子的意图也会让台湾的民众 跟社会变得比较多元化 Civilcast公布的受威胁的全民力量报告 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 等多个面向评估全球各国的公民活动空间 程度分为五级 全球196个国家当中 42个国家列为开放 40个国家列为狭窄 47个国家列为受限 44个国家列为压抑 23个国家列为封闭 中国、越南、辽国和朝鲜被评为第五等级的封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 台北报道 第一名则是嘉义市 恭喜嘉义市 在一项经济日报主办的幸福台湾 2020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中 嘉义市成为大黑马 成为全台湾评比第一名的幸福城市 由于嘉义市是台湾中南部的农业城市 建设发展速度较慢 过去在各项评比里面很少受到青睐 这次夺冠相当突出 国民党籍的嘉义市长黄敏慧 忍不住激动的流泪 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眼泪会一直掉 这是幸福的眼泪 他说嘉义市没有工业区或科学园区 老化问题严重 云嘉南是台湾的股仓 但经济是台湾的谷底 我们一直在这里人文历史当中找到我们定位 今天我要想的我要感谢大家 主办单位给我们机会 请大家看到 这个台湾民主圣地的嘉义市 他在于台湾 嘉义市在于台湾 犹如台湾在之于全世界的地位 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始终用最乐天之命 最好的努力拼搏的精神在努力 经济日报副社长周祖成表示 嘉义的表现集中在民调方面 民众对居住条件 家庭经济 教育成就满意度为全台最高 这项调查从2012年开始进行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美好生活指数的架构 结合政府统计数据和民意调查结果 包含物质条件 生活品质和主观感受三个领域进行评比 而幸福指数排名第三 市政满意度排名第一的民进党籍桃渊市长郑文灿 最近被连番点名 可能替民进党出征未来的台北市长 或者是成为总统可能的接班人 成为注目焦点 大家常常讲说要接地气 接地气就是从市民的角度来看待政府 所以你会发现 那么你用换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我们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哪些需要改善 哪些还有进步的空间 被问到未来的政治前景时 郑文灿说做市长要专心 所以不必急着帮他找工作 因为被点的下一个工作太多了 他认为政府的团队 不论是在中央或地方 都需要把自己的职责跟角色做好 担任市长就是把市长做好 总统或院长把总统跟院长角色做好 在地方施政满意度 郑文灿和同样排名第一的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 成为美光灯焦点 而同样名列前五名的新竹市台南市花莲县长也都到场 犹如台湾地方政治明星大拼场 幸福指数第二名的新竹市 过去九年调查有五次拿下冠军 新竹有科学园区 美人可支配所得高 暴力犯罪发生率低 民众对生活现况满意度为全台第一 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 在各种媒体的评鉴和监督下 地方首长必须战战兢兢 其实现在当地方首长一点都不轻松了 其实都还蛮辛苦的 一年这种媒体的评鉴有好几次 那不过也因此台湾更进步 那国人更幸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许舒婷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8号证实 接到美国政府通知新一批的军售 外交部我们今正式的接获到美国政府的通知 将对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 总价值为2.8亿美元 这是川普总统任内第11度 也是今年的第6度的对台军售 充分展现出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发布新闻稿表示 这一次军售案主要是销售占地讯息通讯系统 包括154个通讯节点 24个通讯计电器 8套钢管系统和相关的设备 以及人员培训后勤支援等等 此外台湾政府智库原景基金会 8号在台北举行 2020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国际研讨会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内 担任国务院亚太助亲的坎贝尔 透过视讯进行开幕演讲时指出 中国对于区块与国际体系的挑战和挑衅 是美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也是美国两大党有共识的区块 他相信存在于亚太区域的种种挑战 提供了美国两大党绝佳的合作机会 坎贝尔认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 是因应美国当前国内时局的正确人选 坎贝尔指出美国与中国有高度的连结 但是对于中国有高度战略不信任和忧虑 这样的双边关系是美国史上首见 坎贝尔认为尽管各界多聚焦于来自中方的军事挑战 直接关乎美国内议的却可能是人工智慧 武器 机器人学等尖端科技领域 坎贝尔提到 25年前没有那么多人了解台湾的重要性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跨越两党鸿沟 有一大群的人都体会到台湾的重要战略 前驻地位 以及跟台湾维持强大关系的战略利益所在 坎贝尔认为拜登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台美之间的共同合作领域 坎贝尔也说他希望两岸之间的紧张能够缓解 希望两岸之间能够重启某种程度的对话 但这也不是美国能够主观期待的 求在北京那一边 蔡英文8号在台北的台美日三方安全对话论坛 在台下聆听坎贝尔的演讲 蔡英文这次指出 香港民主运动与美国总统大选等重大事件 对我们如何因应未来的区域地缘政治影响重大 向三位香港民运青年被捕入狱 就是严正的警训 我们必须再次做出重大的抉择 不是捍卫民主就是屈服于威权主义的威胁 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应邀致闭幕此时指出 美日同盟以及美台伙伴关系在美国享有跨党派的支持 美台日确实能在安全事务领域有所作为 包括确保供应链安全 以及借由出口管制 对抗北京的军民融合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李宗翰 许舒婷 台北报道 一架美方所属的行政专机 22号傍晚低调的降落松山机场 直到抵达台湾前才打开识别讯号 机上所在的是河人 22号有台媒报道 机上有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的JR少将情报处长 史都德曼 访问团约8到10人 旋风停留49小时 不过台湾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都不证实 也拒绝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对美方官员来访我们都表示欢迎 但是对这个个案的行程并没有公开 而且基于台湾跟美国的互信 外交部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也没有相关的评论 23号路透社引述了两名消息人士指出 无预警低调访问台湾的美方人士 就是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达德曼 不过总统府发言人张尊涵23号表示 基于台美互信 不会透露官员是谁 行政院长苏貞昌23号受访也指说 那我们的代表团也在美国开会 那美国很多官员相继来台 那很多事情都要做准备 就像餐厅也要把它准备好 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 准备好的时候会向国人同胞报告 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23号在亚洲的行程当中 回答记者提问有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时表示 美国有一中政策 但是自从与北京建交后 美国也一直对台湾友人维持军售和人员训练的政策 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密切 特朗普总统曾经明确地表示 任何打算以说服或是民主选举之外的方式 使台湾和中国统一的企图对中国来说都将有严重的后果 我无法想象一旦中国试图以武力犯台 在全世界会引发多大的反对声浪 因此美国与台北的朋友并肩同在 对于神秘的美国官员来访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说 坦白讲不知道是谁啦这样子 情报交换是很正常 因为你知道我们政府官员经常路过夏威夷的时候 夏威夷美军印台试验部经常会跟他们的人碰面 不管是我们国王部的谁 我们跟美军也有例行的解放军的情报交换 不管是国安局跟美国CIA 或是我们的国防部 跟不管是美军印台或是这个DIA的吧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已经有潜力 关接算不上突破 不过因为主管印太情报交流 显得有其分量 接种指出 我坦白讲 是说今天如果他们真的要以保密 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求的话 他那个专机其实可以降落在任何一个军用机场 而不用去降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太引人注目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有人试图让这个讯息为外界所知 所以美方才会放消息给路透社 印太司令部他基本上以任务为导向 尤其来的又是主管军事情报的 那当然主管军事情报跟作战的不能 不太会配合政治动作做什么演出 所以我相信早就排定 就是在这个时间要举行的 跟我们最近的军机失事 或者是说川普即将卸任 我觉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民进党三号举办壮大台湾国家就安全首场座谈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指出 卓山大学教授郭育仁则指出 蔡英文上台之后努力矫正 马英九过去执政造成的问题 包括国防建设停滞 外交修兵 国家主权弱化 经济一面倒向中国 郭育仁警告 中国近日签署RCEF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经济是谈假的 目的是政治上孤立台湾 台湾应该要联合日本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家 组成复仇者联盟 郭育仁说 谈到美台关系 台北医学大学教授张国成 对台下听众责打强心针说 很多人担心拜登上台会亲中 美台关系会180度大转变 他则认为不会 这大概是我们少数一次 就是对于美国总统当选人 跟台湾关系或者是认识 最久的一位 拜登他担了36年的参议员 其实在他刚开始当参议员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已经跟他建立一定的关系 张国成还提到民主党选前取消党纲中的对中政策 谈到台湾国家安全张国成指出 幸好台湾使用的是谷歌 脸书和LINE 而不是百度和微信 他也呼吁台湾推动落实双语政策和教育 这些都涉及国安问题 民进党国际部主任罗智震提到 二战期间的美国名将麦克阿瑟曾说 台湾是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可是台湾很多不解那个意思 就是说台湾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不是 他是讲协议员意 台湾如果不共产总理的话 将会成为他们不成的航空母舰 所以台湾的战略 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是无可取代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黄 台北报道 新的朋友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罕见的争端 但特朗普政府官员 只争朝夕 干到最后一刻的精神 令世人刮目相看 猜中两院的议员 智库高参们 也相当活跃地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这在台湾议题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从美台高官周五 11月20日 在华盛顿和台北 同步启动 首次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到下个月 美国环境部长到访台湾 再到跨党派联邦参议员 为台湾发声 而致函市卫秘书长谭德塞 都能看到 即使是在今年大选的悬念之下 美朝野各界仍然力促与台湾的关系 先来看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的一个新行动 为了表达对台湾被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会议的失望 身兼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共同主席的参议员卢比奥 于马基 莫特利 特鲁兹 布朗 等参议员 周五联名致函市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表达他们对于台湾 未被邀请参与 在11月9到14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赴会的失望之意 这些议员表示2019冠状病毒疾病摧毁了这个世界 超过百万人死亡 对全球经济带来长期损害 台湾在疫情控制的成功获得广泛认可 这是在未对人民进行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做到的 应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也进一步证明台湾对世卫大会极具贡献力 台湾已经连续200天没有出现境内感染病例 创下世界纪录 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初 台湾与中国大量往来旅客可能带来的传染风险 这项成就就更加令人惊讶 信函指出 台湾还向需要援助的国家慷慨提供了个人防护设备 与其他医疗用品及技术 也分享了先进的重要医疗用品生产 确实追踪接触者 并有针对性的利用大数据与数位科技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这些知识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 美国参议员们批评说 尽管台湾取得无庸置疑的成就 与对全球卫生的贡献 但由于北京施压 世卫组织继续将台湾排出于世卫大会之外 将政治议程置于全球社会健康之上 他们呼吁让台湾有意义参与未来活动 将能确保台湾工卫专家 有机会分享最佳做法 为全球有效应对疫情大流行做出贡献 集结所有可用资源对付大流行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任务 而不是屈服于北京的不当与不合理要求 再来看美台高层官员周五在华盛顿和台北 同步启动了首次的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双方并且签署了备忘录为今后持续这个对话建立基础 台湾方面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访美 美方则由今年九月曾造访台湾的国务院主管经济能源 与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来领导 陈正奇在出发前告诉媒体 第一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讨论话题相当广泛 具有宏观事业 有助于双方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显示 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是全世界第20大经济体 目前还是美国第10大货物贸易伙伴 美国的智库在政权交接之际也十分活跃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18日举行了 其为挑战时期下的美台伙伴关系研讨会 共和党联盟参议员图米在会上表示 他将台湾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之一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考虑到美国和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关系 台湾在地缘政治上也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因此他计划推出新的决议案 支持美台自由贸易协议 他还建议华盛顿应该接待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 进一步深化美台双边的外交关系 在美台军事关系方面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本周四 19日发布关于如何加强台湾威慑中国能力的报告 提为大卫与巨人加强台湾的威慑与韧性 报告建议拜登政府上任后 在与国会协商下 以强化彼此经济政治及军事合作关系的眼光 来重新审视当前的对台政策 这包括对中国发出早期信号 表明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动向 或攻击台湾的威胁或行动 一年前还是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 薛瑞福在会上表示 他希望包括军售在内的多项对台政策 可以持续被新政府采纳 因为这是美国自己的利益所在 他甚至说 与中国的竞争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不是我们优先事项的其中之一 而是我们必须专注 而且要准备应对的唯一的优先事项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 由肖曼编波 感谢Farpeace的技术合作 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是1995年国务院发布 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以来第二次修订 与十年前首次修订相比 近日公布的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增加了二十多项规定 中国境内外国人 只可以在四贯教堂进行专场的宗教活动 没有场地的 则要向宗教局申请临时地点 而提供场地的人 则有责任举报任何违法行为 外国人携带超出自用数量的宗教印刷品或音像制品入境时 必须事先申请及获得官方同意 并确保不含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违背中国宗教独立资助自办原则等内容 否则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续则修订草案特别提到 境内外国人不得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支持和资助宗教极端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 利用宗教破坏中国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进行恐怖活动 曾有敌视中国言行的宗教教职人员 不能在教堂讲道 这些规定引起了台湾真理大学教授张嘉林的注意 习近平始终有一个很大的关心点 注意点就是说宗教人士不得投入分离主义 恐怖主义跟极端主义 所以这一次也把这三个概念夹到事情记者里头 再一次的宣告 所有港澳台人士你进入到内地 你不得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这个就是分离主义 不得从事恐怖活动 这个就是恐怖主义 不得做极端主义 虽然修订细则的标题指的是境内外国人 但身处中国大陆的港澳台居民和华侨也纳入监管 这个条文的法规叫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在大陆境内的外国人却把港澳台同胞当作外国人 这是明显的在管理宗教的时候法规的一种矛盾的现象 理论上他把港澳台都当作自体国人 但是在法规上却说他是外国人 对港澳台同胞在宗教活动里头是等同外国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张嘉林提醒信徒 即使疫情过后两岸四地恢复宗教交流 也必须步步为营 因为中共的法规既然已经定在那一边了 你就不要随便带宗教宣传品进去 你如果要去奖金红法 可能要跟官方提出申请 你如果要从事宗教交流 邀请他们来港澳台交流 你也要很小心按照法规 既定的法规来做 你要邀请大陆的朋友来港澳台留 来神学院留学 你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法规来做 他都把你当作间谍处理 北京基督教教会长老徐永海认为 续则部分要求相当空泛 他以所谓敌视中国为例 质疑台港澳人士 批评中国的宗教政策 是否违反法律 那肯定他不高兴啊 那肯定不高兴啊 他肯定也可以用这个帽子来 就跟什么中国这个什么 这个情形知识啊 这些个罪名一样 你没有这个客观标准 其实我们信主都是讲爱 对不对 讲大爱 但是我们还是受限制 与此同时 当局也证就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 享受会征求意见 首次写明教职人员要推进宗教中国化 并要求他们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资助宗教极端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